男双是印尼获胜,第二场是女单是日本获胜,第三场的男单也是日本拿下的第四场的女双是印尼拿下来到最后一场的混双 我们的游奖问答话题现在还是有效,日本能否成为第七支进入四强的队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决出来 到现在还是一个玄见,日本队的朝天领子也上场了,这也是在日本极具人气的一位选手 眼多就打开,才会被她摆掉 和快时才能看一下,要把人家投给了最近才能表现 一门 一门 是一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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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看到他 2-1 啊 2-1 现在这可是 就是双方都得玩命的时候了 3比3平 对 一上来就打得是 也很胶着 对 这把杀的也是很重 那么印尼从这个小组赛上来看呢 他这段混双的整个的状态 还有他们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但我觉得真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跟之前的预判是不一样的 只能看他们现在场上临场的发挥 对 啊 好球 这球也是朝天女子在后场进攻 平田点进 啊 池田信天狼也是在前场封王 拿到一分 啊 这个球抢网 本身抢的是很快 嗯 哇 女人说防得也很好 哎呀 这球 哎呦 漂亮 漂亮 啊 你对着这个钩对角 质量不高 其实池田信太郎跟朝天女子原来都是双打选手 嗯 嗯 现在 改配为混双搭档 哇 先发球下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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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6比6平 嗯 我真是这场比赛谁拿下来谁就是自己队的英雄了 哈哈 没错 好球 这球推 哎呦这一个 哇这双方的这种反控制球打得都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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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球放往放的 手上没有控制好 7比6 7比6 嗯 嗯 这球起不来了 现在狼这个球推的不好 你推到别人手里 对 确实在被动的情况下出手 索巴迪啊 这是被动球 好漂亮 哎呦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哎呦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好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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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也是反手 撩已经打不到位了 这球竟然挡子弹又得挡回去了 这种时候真是子弹来了 也得挡回去了 也得挡对 这球底线又没控制好 10比7了 比分差距已经扩大到3分 实际上注意 日本的这队混双选手 他们衣服上的赞助商又不一样了 所以看来还是有可能是不同的 代表不同的企业 有可能是不同的赞助商 要求 实际上现在狼打得不好 两拍都把球交给对方的男选手 这个球继续打回来对方女选手 这球又被人家封住 直接打到身上 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出凤位开始有点着急了 调出凤位开始有点着急了 11比8 11比8 哇 这也是一把推中路很坚决 我看到我们的网友有游客问的 为什么要把中韩之战放到下午 我们高中生要上学看不到啊 晚上播不行吗 两年前错失了一次 今年要失望 如果看不到直播的话呢 可以来看点播 我们CNT是把每一场比赛的点播呢 都放在苏基曼的专题页中 这球刷球敢直线出界了 今天印尼的这个女选手 泽巴迪亚还是打得非常顽强 已经挡了好几发子弹了 哇 这球刷球也很凶 哇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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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是有两分的差距 这从落在界内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放掉 结果就看见出 华丽丽的落在界内 网口的几个球都没打死 长江林子这球比较是 前面的球处理的不好 打到他手里的时候 已经很难接了 打到他手里面的几个球都没打死 - 哎呦,曹天天觉得很幸运,其实这个球我估计是没打中过,可能打到杆上了,反而是出了一把非常刁的球。 小的时候都已经走形了,我自己也很开心打个幸运球。 - 哎呦,好漂亮。 - 走啊! - 走啊! - 这球超过了他头了。 - 漂亮! - 哎呦,你迷的也没抓得出了。 - 这球两个人都已经连滚带爬了。 - 这球朝前人抽的也很聪明。 - 哎呦,这球打得真是。 - 嗯。 - 都是高难度动作。 - 对。 - 双方都很顽强。 - 这个球打到这个份儿上也确实都挺紧张的。 - 看着人子扛了一把。 - 这球又不好了。 - 哇! - 哇! - 这个。 - 哇! - 子巴迪亚今天打得非常好。 - 这个很多球在他手上处理的很。 - 这个球处理的这个线路都很好。 - 嗯。 - 每一个回合打的都那么精心。 - 对。 - 这场球打的确实很精彩。 - 这场球打的确实很精彩。 - 这个球闸眼之间日本队15比14领先一分。 - 这种后半局。 - 日本队打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 嗯。 这朝铁也是很顽强 刷斜线 我觉得有点欠考虑 直线明明是女选手嘛 为什么要打这个斜线呢 可能他看着这斜线的空档比较大 女选手 库尼亚万 这两把进攻也是很坚决 石田献太狼 这个球也是推的球质量太差了 没有速度过高了 这球还是蛮强的 这球真蛮强的防守 这个被动的球居然还顶出质量这么高的球来 现在已经是超越了他们平方水准 不过财特林子这球也是抓得很好 一看顶到对方反手了 马上冲到往前就封这个球去 那么是让人大跌 锣炮 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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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都很开心了 通常都在很拥有在拼 这个球打到现在都是 我自己一切可能拼出来的东西都拼出来 感觉打到现在日本选手池天心太郎在后场的控制跟进攻线路好像不是特别理想 他打总是打到对方手里去 打到这个路线不是很强 相对两个女选手打得都不错 这本T跳也是 直接下网 这个有点太 就是作为现在关键分的情况下 这种失误确实 太不应该了 苏巴迪亚头顶区的一个抽压 没有过往 那是你 这方面的卧阳 你刚才想到我 就说是一分一分的在往上站 对 现在18比18 -18 - 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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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太不应该了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创造出这么好的机会来 这个裁判对他也警告了 发脾气可以 但是不像在场上发 这个球还是在往前抓住的机会 相对来说朝天灵子他的线路要打的 要比池田信太郎要清晰多了 头脑较为清晰 对 还是有经验 19比19啊 看谁先拿到举脸 还想摔拍子 这个球你要说打下网了还多少可以理解 刚才那个球就网口上的球打下网了 确实确实太心疼了 如果说对他的呢 发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哦 哦 球这也是一名选手最终 第一局 靠一段斜线 拿下了第一局 非常非常关键啊 这个因为谁拿下第一局这个 就把整个的这个压力甩给对方了 没错 就是拿到了整场比赛的一个大的一个 从局来算的话也算一个赛点哈 对对对 19比21 其实日本这边倒还好 我觉得就还是心态的问题 一输就一输球要得摔拍子 急躁 他也确实那两个球打的也确实有点太挫火了 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可能没有再找不出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 结果还打下网了 自己也觉得不应该 那一会儿呢要进行 日本对印尼的四分之一决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的第二局 对 看一下呢是印尼选手呢直接拿下 还是说日本选手扳回一局 从而进入到决胜局 决胜盘的决胜局 对 这是日本队的教练 前韩国队的国手 调柱凤 发生了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那么印尼队发球 打了一个斜线 哎呦 这球怎么能出现这样的球 这么好的机会之后两个人 居然 这位置都跑错了 对 可能池天西太郎认为 朝天灵子这个应该他来打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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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第一局对双方体力消耗都挺大的 可能一分一分 一分一分的涨 每分都不容易 对 这个球朝天灵子往前封的还是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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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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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有一点争议 跟裁判以理取争啊 当然裁判上这个不可以 得听底线裁判的 不过这个球不管是出界也好 不出界也好 我觉得吃天心的狼 这球打得不够聪明 总是把球打给对方男选手 其实双打 你要想赢球 必须围绕着对方女选手打 让对方女选手 能够更多的拿球 你才有机会 你老是把球打给男选手 那还能有机会吗 翻译 好球 这球打得就很聪明 漂亮 多打打女选手 哇 居然回来了 他跑得还挺快 这还是进攻的不够犀利 哇 哇 这 哎呀 这个球 多拍 对 在我印象中 斯巴迪亚这球 嗯 在我印象中 混双应该不应该怎么究竟 前几场的混双都 都没有说这么多 这么多的回合 那是前 前面的比赛 是小组赛 反正那球 丢了就丢了 无所谓 那这个一分一分的 这可都是 关系到整个这个队的命运的 嗯 这个 这个 就这一个回合 就这个球打得确实精彩 看到混双这边 又再掀起了 整场比赛 我觉得是最高潮了 对 OK 就这场混双 包括就是第一局 还有现在的第二局的 刚刚开始阶段 嗯 我觉得朝天领子 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 你出球很老道 好球 这球也是印尼的这个 男选手 直接小压 都把迪亚这种铺球过长 7比3 嗯 这个球 哇 回来了 看一下 啊 这个球是滚网而过 嗯 这个球是滚网而过 嗯 很被动了 不过这个球还是很运气 对 裁判也是要求双方队员尽快入场 继续比赛 裁判也急了 要赶紧的 双方队员尽快入场 反手一把杀 效果非常明显 转身 对 他想勾一个对角 结果线路过长了 好球 这个球也是打到了死角 5-9 没有过往 6-9 我刚才明白为什么会把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放在一边 下午 我让您一直琢磨这事 因为是 因为刚才这么多球友在问我 包括今天下午 我也有很多球友在问我 为什么不给中国队放在晚上 因为实际上 中国队头一天打的 他必须得先打 那么这场球打完了以后 你想让他中午再打完 不过他累死了 得给他们充足的休息的时间 这是个人性化的考虑 对 起码晚上打完了这么晚12点 得回去洗澡睡睡觉 对 你别让人家这个 连澡都没洗 中午又去打 好 朝前零嘴边高眼球 哇 这个球也是两个人配合的不够默契 其实这个往前的机会已经都有了 这个朝前零嘴边往后退 这个不应该 这个不应该 结果池天心的狼再上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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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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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第二局的后半局,看是日本能继续的领先下去了,还是说印尼能够找到感觉,从而拿下比赛。 11-7,来。 12-7,比分差距过来到5分。 11-7,比分差距过来到5分。 19-7,比分差距过来到5分,3分。 好球 这个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又 对 提到又下网了 库尼亚万 我觉得这个时间近代狼还是尽可能的 要多把球打给对方的女选手 对 对 他现在总是有时候打着打着就把 他觉得直线进攻比较顺手 所以他总是把球打给对方男选手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吃力了 这球也是偷后场没有成功 库尼亚万这个队员 整个的形象跟气质多少 有点像马来西亚选手 古见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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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起床 哇 又是一个多盘的回忆 对 好漂亮 够对角 机会 哎呦 哇 印尼队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你看看这么轻松的就把这个球又放掉 就是前面很难接的球呢 反而都有了 对 11.30 今天这个球如果日本队输了的话 也是确实是这个持天心奈狼打得不太好 失误过多 没错 很出色 那么很多很困难的球都回过去了 而且质量很高 好 好 好 这个球不好越来越近了 好的 持田信太郎有点打不动 他又陷入到他的那种不好的情绪中 现在双方比分已经缩小到一分了 这个持田信太郎可能是确实体力下降比较大 所以他在后场的时候现在的威胁越来越小了 而且还经常出现这种失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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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也是封的非常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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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14平 一本杀中物很果断 四公里 看来库里亚腕到现在还是很有体力 体力保持的还是不错 进攻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威胁性 池田新太郎的进攻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吸火了 对 打的就没有章法 看他也挺卖力气的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好球 这球也是抓住了一个半场的机会 16平 嗯 对 没球 他这么打就对了 尽可能的先把球在第一时间打给对方女选手 女选手就有的 你看这个球女选手就是自巴迪亚就犹豫 他我到底是冲到冲到往前让过去把后场留给这个库里亚万的还是我自己打 那么在这个一游以终 那么这个球 一蹦绳 对 就回来质量就不高了 17比16 这球 这球 这球居然 对 继续调后场 对 给女选手 好球 这边也有这张坚决 对 库尼亚万 今天整个来说库尼亚万打得不错 进攻也是很犀利 嗯 这球是一个滚网 没辙了 滚网的球 对 这球放网放的 这还真是就爬着网带就过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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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质量太差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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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关键的时候判了库尼亚湾一个发球伪劣 这球已经起来了 这球也回来了 双方都是起死回生 在这边打的没有道理 太不应该了 对 虽然让对方女选手就杀死了 而且都已经之前就球 对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现在打到十九平了 看谁先拿到赛点了 看谁 这边打到15平了 好 好 哇 好的印尼先拿到了赛点 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对 仅仅是一分之差 所以就看这一分了 现在谁手还不抖 球打到这个份上已经真是不容易了 剩下也看看多多少少有点运气 对 打网没有过 那现在又回到了7点 对 双方又扯平了 20比20 对 往往这样在领先的时候呢 就会放松 对 或者过于紧张 对 对 小池田打得非常好 哎呦 不过这个印尼一队也没有抓住这机会 本来池田金奶狼弹回来的球已经是半场球了 对 对 但是他这个球 机会进在眼前 对 还是没把握住 他可能这把沙朝天灵子可能就拿下了 一个滚网 继续给对方女拳手调跃出界了 这也是 这也是在关键时刻 这个手上控制不住了 已经 就因为已经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对 这个球其实 难度不是很大的球 但是挑球出界很多 非常漂亮的一个高点赛 很漂亮 我都已经紧张的说不说话了在打球中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每次杀球的时候旁边的观众都跟你一起来讲 对 然后在不杀球的时候都保持一个非常寂静的一个 安静的一个状态 对 迷队又回到了自己的赛点 那边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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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看 这球 这球 我看着也挺紧张的 我都跟着球在动 对 因为双方在攻防中都会出现一些转换 那么这个球也是 迟前最后还是把握住了这拍的机会 就是印尼拿到两次赛点 都没有把握住 又回到了远点 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谈不上什么战术不战术了 那就是谁比谁能多顶一口气了 对 更专注一点 对 这个球 揭发球失误 这很有点致命这个球 这个太不应该了 打到这种时候出现这么一个低级的失误 确实他们可能心里都紧张 好的 日本队第二次守卧赛局点 日本队守卧这局的局点 把对方不让他翻 又一次回到远点 双方还都挺客气 天哪 这个小太也在车速双方尽快进行比赛 二十三平了 对 打到双方尼 打 буд做双方圆 干斗 这个球落在了阶内 对 对 对 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还是 还顶得住 对 还顶得住 不过他今天确实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好难了一泥的一个失误 那么一泥这个也是非常不高兴的 我觉得裁判应该吹得伟厉 好 那日本队呢是暂时要从悬崖边上又又 对 又撤了两步 对 又勒住了马绳 那现在呢 双方又回到了原点 对 真的是打了一晚上啊 现在这一局才真正的回到了原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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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